因为你过分执着了你所拥有的 你所做成的 一旦失去了 你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因为你过分执着了我所做错的事情 我怎么毛病到今天还没改好 一旦你没有改好 你会增加自己的负能量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 不管顺境逆境 都要消业障 都要征服会 都要学佛 你是光明之人 你的天就是在你的心中啊 不管社会上的 不管人间的家庭的烦恼 就犹如火烧天空啊 别人对你的诽谤啊 别人对你的不好啊 嫉妒啊 都犹如火烧天空一样 很快就烧掉了 所以 想在人间有缘分啊 有福分啊 有贵人啊 你就要广结善缘 你想要 修心 修道 修出六道 你就要提起正念 什么叫正念 正念就是你的菩提心啊 和你的慈悲心啊 所以要遵照 我们佛陀教义 尊重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在人间积福积德 在人间广结善缘 在人间救度众生 你才能一世修成 永断 轮回啊 所以 一个人在人间 善根是最重要的 福德 是你修心的根本啊 因缘 跟福德 是连在一起的 你有福德了 你才会有善因缘 你有恶念了 恶意了 上辈子的 那你就是恶因缘了 所以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修出六道 阿弥陀经里面讲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我们要有善根 你才会有福德 因缘 你在人间 你先要变成一个 有福气的人 你看看我们这么多的弟子 现在闻到了佛法 每个人都在修心念经 你们是有福之人 有福之人 就会少病痛 少烦恼 加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佑 所以你才能修成 仁成 鸡婆成的 大家记住了 这个福源怎么来的 佛源怎么来的 都是缘分 愿力越强 你的善缘 自然具足 人能守戒 身心安定 无有恐怖 那是因为 阴界得定 阴定开会 你才能 心保太虚啊 跟大家呢 说一个故事 佛法的故事 可以从中 得到很多 人成 积佛成的 佛法 对我们的启示 非常的启示 从前呢 在 切尸国的 波罗奈城 有一位 费卢西 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 贵族啊 他的门下 有五百名弟子 是位人人敬重的 国师 有一天 费罗西 他家中 有位佣人 生了一个 儿子 名叫 加罗赫 这个加罗赫呢 从小 千姿 充盈 记忆力 特别好 凡是听过的话 他全部记得住 他在国师家中 就担任孩子们的 那些贵族孩子们的 仆人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直到有一次 这个小孩 跟家里的 其他的 贵族的小孩 起了冲突 一时 他 父亲 生气了 他就逃离了 波罗奈 远走 他国 到了邻国的 加罗赫 他一想怎么办 自己是什么身份 他就谎称自己是 耶罗达多 是费罗西 婆罗门的 儿子 他说我是一个 费罗西 婆罗门 就是个贵族 某某某一个 儿子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 他门下有五百名弟子 尊重的一个国师的 儿子 谎称的 离乡背景 特地来向 你们国家的 国师来学习 婆罗门法 这个国家的 国师 邻国的 这个国师 深受感动 他一想 哎呀 这么高贵的 一个贵族的 儿子 跟我来学 当场就答应 他的要求 没想到 聪明伶俐的 这个 加罗和啊 哎 他在 波罗那时啊 曾经听过 婆罗门法 他听过的了 现在啊 又接受 国师的教导 他当然啊 他都懂啊 表现 非常的优异 成绩好 孩子又懂事情 啊 非常的聪明 国师十分欢喜 不但只派他 教授自己的 五百名弟子 还把唯一的女儿 续派给他 从此以后 耶罗达多的生活 渐渐的 风衣足食 风足安乐 但是呢 身在福中的 耶罗达多呢 不但不知足 他还常常嫌弃 妻子做的饭菜 不合他的口味 心地善良的妻子 一点也没有抱怨 甚至愿意学习 波罗那的 就是他原来国家的饮食 以讨得丈夫的欢情 后来呢 费罗西呢 得知他的仆人 叫加罗河的下落 他就准备出国 把他捉回来 这一天呢 恰巧 加罗河与蒙徒外游 他远远地看见了 费罗西一行人迎面走来 哎呀 这了得了 慌忙啊 不已啊 急着打发 随心的门徒 哎你们大家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之后他自己 马上走到费罗西面前 扑通一下 顶礼 跪拜 苦苦地哀求 说 我来到这里 谎称您是我的父亲 我才能投靠 这个国家的国师 学习经典 娶了他的女儿 请您不要张扬我的秘密 我以后一定会 侍奉你老人家 费罗西啊 是一个 有道之人 他认为 加罗河 有心悔改 他就 不再追究 还安慰他说 哦 你确实是我的儿子啊 并且跟着加罗河 一起回家了 一进家门 这个加罗河告诉家人说 自己的亲人来探望大家了 探望大家 加罗河的妻子啊 喜出忘怀 准备了各种佳肴 招待费罗西 用餐完毕之后 加罗河的妻子 等到适当的时机 那个时候呢 正好 这个加罗河不在 他的妻子私下请教 费罗西就说 我照料三餐 侍奉丈夫 可是他都不满意 希望您老指点 耶罗达多 以前在家里 喜欢到底吃哪些菜 我愿意学习 为他制作 这个费罗西啊 见加罗河的妻子啊 一片真诚啊 却苦于啊 这个加罗河啊 哎 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用人啊 他怎么可以 这样对别人啊 这么挑剔啊 他非常生气 他就跟 这个妻子 跟加罗河的妻子说 来 你过来 我教你个方法 如果加罗河 再嫌弃 饭菜 难吃的话 你就在他身旁啊 小声的念 这首记子 你听好了啊 吴清 游他方 七旷 天下人 初时 是长时 细时 复和弦 这几句话 就是很简单 没有亲人的一个孩子 游到 他方 他过来了 就是欺狂 就是欺骗别人啊 天下人 欺骗了天下人 他说是 谁谁谁的孩子 说是自己是贵族 初时 是长时 你吃的初粮 它也是个食物啊 对不对啊 细时 又怎么样 复和弦呢 你对细时 和初时 有什么变化呢 它都是一个粮食 给你吃下去 就像我们现在人 都喜欢吃初粮 你看看 现在人吃西粮 都不好了 都吃五穀杂粮 说营养好 对不对啊 很多佛友都推荐 师父要吃五穀杂粮 所以送走了费罗西之后 加罗河呢 固态赴门 也就是又来了 从他妻子啊 我不要吃 菜不好 怎么怎么怎么 吃饭的时候呢 还是挑剔 生气 带在他身旁的妻子啊 没办法了 就照着费罗西的方法 不慌不忙的 送出了这段祭子 那几句祭子一送出啊 这个加罗河知道 哎哟 妻子知道我的来历了 满脸怒气 但是不敢多言啊 他为了怕妻子揭发他的身份 从此以后呢 他加罗河呢 就低声下气的 百般的随顺的妻子 再也不敢发怒和嫌弃 这个故事呢 在自这个法园苏林这里边的 这故事里边呢 就是告诉大家 你欺骗的方式 求得自己个人虔诚的富贵 结果谎言被揭穿 终生受到妄语的牵制 对不对 你看看看 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吗 就有一个人是一个杀人犯 最后他出家了 最后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最后一直做到 自己做到了主持 最后还是没逃法网 被抓起来 你想想看 他这么多年 几十年 他就是被欺骗和妄语 牵制着自己的心 他不得自在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自在吗 自在啊 大自在啊 观世音菩萨大自在 所以我们做人为什么要撒谎欺骗别人 而害自己永远被谎言所欺骗 相反的加罗和的妻子 他没有计较账簿的 无理对待 愿意学习改变改进 你想想看 前者以自我为中心 我 要达到 照业欺瞒 不知反省 检讨自己 还对人家这样 后者呢 就是他的妻子呢 中间 中间